11月22日,全球最大的冶金铸造起重机在泰仲集团成功研发制造,并顺利通过用户出厂验收。 作为全球最大的冶金铸造起重机,它的单勾起掉重量可以达到520吨,再次刷新了冶金铸造起重机的世界纪录。 据了解,该起重机是宝钢湛江炼钢区钢水接收跨过程中的关键设备。 额定起重量520吨,是目前世界同类产品中起重量最大,轮压最低的冶金铸造起重机。 其主要用途是在高温多粉尘的恶劣环境下完成1600多度钢水的调营工作,其工作繁忙程度为起重机最高级别。 520吨铸造起重机采用了太重专利技术四粮六轨,低速轴连接大减速器结构形式,及多种先进技术用一身。 同时,采用了四根钢丝绳悬挂系统。当集中任意一根发生断裂,能保证钢水包不发生坠落或倾斜,便对钢水包实时视频监控,避免操作人员的视觉盲区。 此外,还配备了最先进的电气变频调速系统。设有制动回馈装置和故障自动诊断系统,能够对起重机进行实时监测,及时发现运行异常,记录运行数据。 与同类相比,它具有结构布置受力合理,安全可靠,运行平稳,节约能源等优点,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